大家晚安 九月政爭十月 围城一两次之后 现在终于 这样的话 有可能 可以到立法院进去上台了 到底 我会起来没有 起来是怎样 我们这里撤下去 跟各位介绍现场 看来边第一位 立委 我们的蔡黄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湾大家好 九州 洪安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王思琦 主持人大家好 赶快资深媒体人 康年俊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赶快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中年华 主持人 郭美朗 请大家好 其隆重六度到立法院 施政报告 受阻为行政 以及江仪华 今天第七次前进立法院 到底有没有可能 顺利上台 在一档 是不是继续杯葛 大家来看 今天最新的换点 请行政院江仪华 总算能上台报告 行政院长江仪华 迅速起身 向立法院长王金平 45度弯腰鞠躬 而王金平也礼貌回礼 这是两个人 在九月政争之后 第一次在镜头前 公开互动 礼尚往来 不过才开口报告 才连三位立委 就拿着手板 上前抗力 王院长 洪副院长 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 见状赶紧上前赶人 几番拉扯后 江仪华总算能够 顺利做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 历经25分钟后 才结束 国民党立委随即 一勇而上 高喊加油口号 而江仪华 也不忘一一握手致意 结束之后 还走到了 王金平的休息室 当面致谢 蔡伟雷你今天在现场 这样笑得很灿烂 跟这个 王金平 他一定要这样 两个人 收发高签大会 站在里面 整个情况 已经改变了 这个院长 所做的那些 事情 危险乱阵 都结束了吗 我今天看到 非常失望 对这种 劣告 对这种政府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 的悲哀 为台湾人感到悲哀 人家说人不要脸 鬼都怕 将一化 一个学术界 出来当行政院院长的 隔魁 我们觉得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无耻 当你向王院长 敬礼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9月8号 坐在马英九 后面的时候 说他是台湾民族支持 你坐在那边 马英九 背识说 他是台湾民族支持 你今天在那边 向王金平院长 敬礼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谦卑 到底有没有道歉 你到底有没有 为9月发动的 毁线乱政 造成社会的焦虑 人心的不安 有没有一点道歉 没有 那一天 倒戈没有过的时候 在那里面 议会的头前 国民党那些 真的看的是要让台湾人 非常的伤心 那他应该怎么表现 一个有羞耻心的人 应该是说 感谢国民党 给我机会 国民党的立委 倒阁案的时候 票支持我 让我再保固一年 让我有机会再服一年 也感谢民进党的监督 也感谢台湾全体人民的谅结 我愿意用戴罪之声 我来打招 我用政绩来回报 大家给我的机会 如果他展现得出 那种谦卑 道歉 然后国民党的党团 也向全国人民说明说 我们投这张票 是为了政局稳定 他们出来讲话 在倒阁之后 都含有一点罪集 都含有一点道歉 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我相信全国人民 会更让这一个政局有期待 但是不是 你看傲慢成那个样子 今天也这样 你看施政报告之后 大家手牙 我们赢了 这个只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一个整个政府 已经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利 而在执政 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今天看到 整个施政报告里面 没有期待 没有怨情 然后只是口号 我看到的都是口号 所以我对这个内阁 充其量 我认为早晚要下台 所以67票比45票 这个江一华认为 他们赢了 可是事实上 整个社会对他们 是没有原谅的 各位朋友 行政院长终于能够 上台施政报告了 不过在台下 还有在场外的 在野党的立委 可没有打算就这样 把他放过 所以马英九 江一华的 违线乱政的行为 在野党是提出 怎么样的反制 了解一下 江一华下台 怒呛行政院长江一华 下台谢罪 立法院在野三党 民进党 台联及清明党党编 在江一华上台 施政报告前 率领党籍立委 集体退席 转往议场大门外 炮轰江一华 江一华 你不要以为 你有一年后期 九月四号 你甚至 见了黄世民 你已经变成 交所 泄密的共犯 你是刑事患者 你已经出发 出发了法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告诉你 现在不是道歉 上台问题 现在是你要下台一切国人 倒阁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呢 同志仍需努力 也就是说 必须要继续 罢免马英九 倒阁不成在野党团 立聘战场 就是要给江一华难看 林旺 是不是一把银 我全桌翻 他只是在内阁 倒阁案上面 好像所有的道理 全部在他身上 蔡委員讲没有错 你如果稍微欺贴一下 在野党说实在 要把你这样划 还有一点不好出手 英语系的国家 有一句俗言 叫做The winner takes all 赢者全拿 赢者全拿 对 但是那指的不是政治 那指的是 可能是商业上 或是这个运动比赛 或者是你选举 对 那叫赢者全拿 政治 政治不是这样处理 就在昨天凌晨 美国的 这个政府关门的事情 因为朝野两党协商 达成共识 欧巴马在签署文件之后 他说一句话 我听得非常感动 欧巴马告诉全国人民说 这一场纷争没有赢家 为什么没有赢家 当然没有赢家 因为政府关门受害的 不是只有民主党 也不是只有共和党 那今天达成共识 也不是说执政的民主党 就一定赢了 因为很多美国公务员 他是受害的 所以欧巴马讲这个话的时候 就代表说 他展现出他赢家的风范 台湾人说 贏责不能贏责责 你贏了 gab Bang 可以让陣 pay 不要 Walt 就是这样的原因 江湖化 你导戈案 顺利通过 有什么好高兴的 是啊 我举个例子 MLB 美国大联盟球队 跟一个高中校队打比赛 你觉得他会输吗 你赢是应该的 因为照立法院 现在席次的悬数的比例 就是大联盟的球队 跟高中校队 在打棒球比赛 那谁会赢 很清楚 没有比 我们就知道 谁会赢了 所以你赢是应该 没什么好高兴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話非常的可惜 今天立法院這個場景 你看到他跟王金平鞠躬 也不過一個月前 他認為這個人 是台灣民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是恥辱 馬英九的大姐螞蟻男 甚至說這個人是國民黨的毒瘤 結果這樣的話 你堂堂行政院長 你今天跟毒瘤在鞠躬 而且休息的時候 你還進去毒瘤的辦公室 謝謝毒瘤給你機會上台報告 我在想如果過去 這一個月你沒住在台灣 你今天這裡回來看電視 你大概無法想像說 過去一個月是發生什麼事 整個台灣共要翻過來 可是國民黨 你們可以獲新你 我也知道你們打算獲新你 把這個事情拖拖掉 全國的水無分 但是很難受 包括民進黨在內所有在野黨 還有所有的台灣人民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過去這一個月 在我們心裡留下了很多問號 包括洩密違法監聽 有沒有這個做政治身防 有沒有公報失仇 有沒有發動政治鬥爭 利用特徵組發動政治鬥爭 這些問號都還在 都完全沒有解決 這樣的話 你以為上台施政報告 就天下太平了嗎 我告訴你 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立法院接著還有調閱小組 別忘了 監察院還在調查 而且今天約談的黃世民 北檢的案子 還沒有起訴 也還沒有牽結 這樣的話 後面的苦日子還多著 時期這個當然就讓我們擔心 剛剛年華講 江英華應該還有很多擔心 可是我的感覺好像是 他們已經老生在在 所以連個樣子都不必擺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今天擺出來的態度就是說 我只要上了台 所有爭議的問題 通通煙消云散了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泄密的問題 監聽的問題 他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已經上台了 上台了就表示我贏了 其實從倒閣案沒有過那一次開始 就可以看得出來 江英華整個嘴巴笑得像中大樂透一樣 整個嘴巴全都裂開了 就是說這個人 這個政府 馬江領導的政府之下 他完全無視於說 這一個多月以來 全台灣的人民的 那種人心的浮動 然後也無視於自己的9% 甚至15%這樣子的民調 然後覺得 這個官位我做的理所當然 做的理直氣壯 所以他今天可以這樣子擺出 如此自滿的態度 然後站上了台 大家都說的好 對啊 既然台上那個人是民主之恥 他是最恥辱的 一個不知羞恥的家伙 你今天跑去跟一個 不知羞恥的家伙敬禮 那所以你是什麼 我很想問江院長 那你過去信仰的那些 自由主義的價值 你的人格 你的尊嚴呢 到底在哪裡 所以你今天可以跟一個 這麼恥辱的人敬禮 那你自己的呢 那你的尊嚴在哪裡呢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 忠心的訴訟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認清楚說 這個國家在他們的領導之下 已經走回去那個威權的道路 而且他們還要幫這些威權的 這些不合法的行為 合理化 今天江宜化上台 這才是真正台灣的民主之恥 是 漢君 講實在 江宜化那天倒閣 他沒有下台 他可以笑 高興已經有點離譜了 今天這樣上台 是因為前面六次都沒有辦法上台 國民黨是多數啊 六次為什麼上不了台 所以他今天能夠上台 他還是笑得那個樣 我覺得 是有點離譜 我先這樣看 剛才大家都說過 江宜化 我總結一下 江宜化是個標準的小人 這叫做小人得志 你知道嗎 我們8月31號開始 江宜化那天就知道了 其實我在懷疑 8月34號之前 他說不定就知道 我大家先想看看 8月31號 黃世民來報告 馬英九立刻找江宜化跟羅志強來 我覺得很奇怪 他怎麼會找這兩個 因為之前可能都已經知道了 照理說你應該找副總統 總統第一個有事情應該 重大事情應該找副總統來 他不找副總統 他怎麼會找這兩個 我懷疑江宜化你不用得意 8月31號之前的事 我們還沒有查 查出來以後你知道嗎 但是我要說現在 從8月31號到現在為止 你看他就是一副小人的樣子 他 開始的時候你看 外車贏了 好想說 這樣下去 跟馬英九來 一定把黃金民抬掉的 說話這樣 等到不對勁時 出來自保 人家要倒閣 他又開始縮 現在倒閣又沒過 讓你看今天 今天我認為他發表那篇聲明 是在對你們民進黨嗆聲 你仔細看他那個 他裡面的內容 他什麼都不做 但是他說他要做 你民眾是怎樣 你們法度對付嗎 我再講一個 我認為最噁心的是什麼 就是江宜化之前說 我沒有說對王靖平不尊重 你看我的竹字稿就好了 我這樣問江宜化 今天有一個人 突然跑出來聲明說 我沒有跟你老婆上床 你會把那個人的竹字稿 拿來看嗎 還是當場就扒了 是不是 你這樣子把手伸進力 懷疑你這樣子要搞王靖平 你還叫人家看竹字稿 我覺得你真的好好出來講一講 到底你在這個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仁俊我們叫香港我們自己 說真的要這樣子來轉換 之前做馬英九後面 之後還要再打電話 去拜託他投票 然後笑成那麼燦爛 說真的 這非常能可以做得到 我必須要講 在我個人的認知裡面 我不敢講說 我代表多數人的觀感 但是在我的認知裡面 當江宜化在晚上 打電話給王靖平 請他支持他 不要讓他被倒閣的時候 我認為江宜化就是一個 只要位子 不要面子的人 政客 OK 我接受這個形容詞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一個 剛剛時期講到的 那個叫做中心思想 你可以對任何事情 有你個人的主見 可是我認為你應該要堅持 因為那個才會讓人家覺得 我可以打從心裡尊重你 或者是我尊敬你 但是從江宜化的表現裡面來看 我不太知道 他喜滋滋的那個喜 是從何而來 就這段時間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事情 是被改變的 王靖平被指控的這個罪名 到現在為止 江宜化真的認為他沒事了嗎 我也不認為 你從他的表現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王靖平在他們的心目中 永遠都還是一個罪人 是 這樣的一個處分 在國民黨內 也沒有被撤銷的狀況之下 請問你今天江宜化 你的喜在哪裡 你的喜只是讓人家告訴 只是表現出來 告訴他說 對 我保住了我的位子了 其他的其實都不重要了 因為我只要在這個位子上面 我就可以再有一年 這就是我從現在到 從今天到 看到他上台報告的時候 我唯一的觀感就是這樣 如果當你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你都可以為了要一個位子的時候 連你自己所堅持 那個所謂的那種 那個底線你都可以不要的時候 你有什麼臉去告訴大家說 請你們再相信我一年 是 我們覺得很奇怪 很特別就是說 他怎麼能夠轉換得 這麼的自在 笑成這麼的陽光 這是我們比較難想像 今天先告知 讓我們繼續 謝謝 各位後面的新聞證明 倒閣案並沒有把所有其他的 原來回線亂證的事情 給解決掉 為什麼 因為關說案引爆的九月政策 監聽以泄密的風暴 要得繼續 今天上台私政報告的 江宜化院長公開表示 願意檢討監聽的這一個機制 不過新任的法務部長 小白兔羅英雪 他似乎又不同意見了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 馬總統一再要求 執法機關 杜絕非法監聽 如有違反 一定依法就辦 根據相關的法令 以及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國家僅有在為確保 國家安全 以及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 以符合必要之實體 以及程序要件的情況下 使得合法通信檢查書 對人民之秘密通信為監查 絕對不容許非法監聽 江宜化透過施政報告 回應外界對監聽事件的眾多疑慮 不過對比江宜化 在10月8號的報告內容 當時有寫著 總統覺悟下令特徵組 監聽國會情勢的字句 但是上台報告 這些字句卻通通被刪除掉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吧 沒有那麼多被監聽的啊 對監聽羅英雪 輕輕帶過 不過除了立法院總機 現在就連情治單位的首長 也成了被監聽的對象 他還是堅持監聽是必要之二 羅英雪對監聽輕鬆看待 不過朝野立委完全笑不出來 羅部長請問一下你今天是以家庭主婦 以一個一般的上班族 以一個老師 還是在老闆 在那裡跟人在聊天 人生文說話 任俊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對 今天他是法務部長 我覺得 人家問他說你監聽 如果被監聽你怎麼樣 我沒有什麼好怕 重點在哪裡 如果是非法監聽跟怕不怕有關係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政務官 非常恐怖的一點是 大家都自以為幽默 所以你發現他被問到很多關鍵的問題 這些其實為什麼講說是關鍵的問題 是因為這些是我們全體人民所關心的 這個跟我們的權益是有關聯的時候 我們去問這些官員 這些官員用的態度 是讓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 就是說第一個 有一個偉大的人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做壞事怎麼怕被監聽 第二個是我們偉大的法務部長居然講說 我換一個角度想 我在家裡面講話都沒有人要聽了 現在有一個人願意來聽我講話 這是多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的腦袋裡面裝的 有沒有大腦這玩意 還是剛剛像年寬哥講的 可能忘記帶出來了 你怎麼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回答我們的疑慮 請你記得你叫做法務部部長 監聽這件事情是在你轄下 是在你轄內的 這些所謂的檢察官正在做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認為我們的權力 受到侵害的時候 你居然可以告訴我說 哎呀我沒有人聽我講話 有人聽我講話有多好 相一話才在大約裡面講說 我們會去徹查這件事情 結果一個法務部的主管 最高主管居然講說 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 又不是每一個人都被監聽 你不覺得你們兩個人 就算要撒謊要演戲 你也先套招一下 有需要演得這麼粗糙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兩個到底在玩什麼東西嗎 是 黃朗兄 法務部長也會 或者是根本就是拿人民的納稅錢的貴力計 也都要說 並說 我沒有什麼隱私 我不怕什麼監聽 法務部長 法務部長 警政署署長 內政部部長 都講同樣的話 就是說對監聽 好像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就是說我沒有什麼隱私 我不用做什麼壞事 馬總統也講過 你不要做壞事 你不用怕他們感聽 這個是對法律的冷冒 這個是對法律的藐視 監聽不是必要之二 監聽絕對是最後手段 而且監聽所得的證據 不能作為成堂政共 在法院裡面是不能夠成為真正的證據 是因為你監聽之後 當事人看到監聽的譯文 然後承認犯罪 承認犯罪才能當為成堂政共 你是監聽的這些資料 是不能當為成堂政共的 所以監聽是一種最後手段 這個都講得很清楚 台灣監聽才不服爛嗎 從馬總統上任之後 我們每一年的監聽案件核發 高達兩萬八千多千 各位美國兩三億人 他們一年的監聽 還不到兩萬件 台灣才兩千三百萬同胞 我們人口少了人家十分之一 少了人家 美國人口是三億 對 十分之一 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們的監聽是人家的一倍 這個像話嗎 而且在整個監聽事件當中 柯建民所被監聽的這些資料 現在對照特徵組提出來的監聽票 現在還拿不出來 他說二十幾張現在還拿不出來 柯建民說他被監聽五年 我們看到柯建民被監聽的資料 有的是從這個2011年 然後特徵組告訴我們說 他們是從2012年的5月15號開始監聽 這個前後落差 政治都不一樣 顯見這個監聽被違法濫用 不是在犯罪 而是在政治真防 這個是最可怕的地方 把監聽當成政爭打擊一擊 打擊這個對手的工具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法務部部長 他把監聽生活化 你們都沒有關係 你們不要犯罪就好 不要做壞事就好 把監聽生活化 有這樣的部長嗎 有這樣的首長嗎 司機 法務部 因為是一些監聽跟非法監聽 一再爆出來 那我就用這個比喻 你想想看這個黑道找下面的人 誰找不知道 但是這黑道的手下去打人 搶錢被抓到 然後這黑道出來講說 我們購買的 你是擔心什麼會 這法務部現在是等於被指控 對象的喪失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覺得真是恥辱 所以我們的法務部長 竟然用這樣子輕浮的態度 毫無反省的態度 講出來說 有人聽他講話 他覺得很開心 不要忘記 兩人權公約是 法務部執掌範圍 你法務部是要負責去 落實這個人權公約的單位 結果你今天竟然拿 侵害人民隱私的這個東西 拿出來說嘴 就覺得這有什麼 這沒有很多 這還好吧 整個政府其實已經定掉了 從馬英九開始 說你沒違法就不怕監聽 一直到王卓軍還是內政部 就說我監聽才能證明 我沒有做違法的事 再到羅英學生 有人可以聽我講話 我實在太開心了 今天真的是 台灣民主最恥辱的一天 有這種法務部長 我覺得是不可思議 把侵害人民隱私權的事情 拿出來說嘴 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大腦這件事情 這實在是太離譜的發言 他應該因為這樣子的失誤發言 而下台都不為過 因為沒有 我覺得沒有辦法 放在世界上面 不會有一個人 可以接受一個民主的 國家的法務部長 可以有這樣子的言論 按照羅英學的邏輯 那你要不要把你一天當中 所有的電話通通公開給大家聽 反正你覺得今天有什麼 給別人聽你也很開心的話 你每一通電話 講的什麼內容 通通公布 你要嗎 是 連旺 有很多人 包括電影明星 那個演藝界的 或者是企業界的人 他不讓你知道 他的小孩在哪邊 上幼稚園上小學 他不讓你知道他犯罪嗎 沒有啊 可是如果按照法務部長羅英學的說法 你有沒有做壞事 你上了學校不是黑道學校 你小孩一定見不得人 所以你才把他藏起來 對 請問一下 連旺 羅英學這種論調是第一次嗎 我 江宜華今天話講得很好聽 他說要檢討非法監聽 那請問這個政府有從頭到尾 到今天為止有承認他有非法監聽嗎 你都不承認你怎麼會檢討呢 所以不要在那邊繼續騙 那羅英學跟馬英九一掛的 我覺得這幾天讓我最難過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的部長裡面充滿了奴才 為什麼我說他們是奴才呢 你沒有比較重一點的話 我覺得不太夠 前幾天張聖和財政部長 記者在問他監聽的事情 他說我又沒做什麼壞事 你這不是奴才嗎 李鴻源自己是被監聽的人 不痛不癢 今天更好笑了 法務部長羅英學 你沒做壞事不需要 不要怕監聽 同樣的邏輯 因為他們都學馬英九的話 那馬英九 你下次游泳不要穿泳褲 除非你身體有缺陷 你沒缺陷幹嘛怕大家看 你為什麼要穿泳褲 那羅英學你洗澡要不要關門 你身體都沒缺陷 你下次到凱道去洗澡嘛 怕人家看嗎 同樣的邏輯嘛 雖然我並不想看啦 那是同樣的邏輯嘛 平常我們不是不會這麼講 不過說真的實在讓人家氣不住 對因為這個事情是完全 是侵害人民的隱私 而且是違憲 因為我們的憲法條文明明規定 人民有秘密通訊的自由 你把政府公然違憲的事情 當作沒事 他是法務部長 你甚至試圖要去把它合法化 可惡自己 羅英學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一週刊寫的 說這個特徵組監聽某情志首長涉及貪污 不小心聽到他嫖妓 但是一週刊後面加了一段 他說因為這個事情 跟監聽的目的不一樣 所以就把它銷毀掉了 為什麼銷毀 對好那謝老師我再請問 特徵組監聽柯建民也是懷疑他貪污 那也不小心聽到他跟王金平的對話 可是柯建民跟王金平的對話 也與貪污案無關 可是特徵組拿去跟總統報告 羅英學我請問你 特徵組處理這兩個案子哪一個是對的 你告訴我哪一個是對的 總有一個對一個不對吧 我現在知道你為什麼講他是奴才 因為在這個標準上面 沒有什麼大是大非 對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他就是完全看組織嘛 是 馬英九要整誰他就跟著整誰 是 我要請教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他一接法務部長以後 黃世民的行政調查 就OK啦 是烏龍啦 對他先放話了 他還沒有上來他就先放話定調說這個不是蓄意不是故意的 是 我說羅英學他不但有大腦 而且他大腦非常的發達 大家不要被他表面這種裝可愛 被騙了 他現在是裝傻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了要引概背後那個極大的犯罪 是 他現在把你假假空你知道嗎 對 假笑假鬼 機關都在手上 有什麼 因為他想說這樣子會不會轉移焦點 大家不會去查 這個後面真正的一個大弊端 是 我說 我想羅英學的一段 他的過去的這個經歷 如果講錯了 你出來指證嗎 他不是那麼簡單任務 他其實是跟陳長文的關係非常好 他跟陳長文前後都擔任新黨的 這個所謂的廉政委員過 就陳長文走了以後 推薦羅英學去擔任的 俞文這個官司 他是這個俞文的律師 那你想想看 能替俞文打官司的 那個會頭腦簡單嗎 頭腦不簡單 而且是陳長文推薦 去給馬鞭九 讓他做俞文的這個 這個辯護律師的 所以大家千萬 不能讓羅英學這樣 好像激烘烘 他在他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要掩蓋 這個背後所 我們現在大家在查的這個真相 這個後面被很大的弊端 另外我要回應剛才連方講 羅文選 你如果真的這麼不介意 人家監聽什麼 那很簡單 請你把你的 我也不要 我也不想聽你的 這個跟人家講話什麼內容 請你把你過去半年 到現在為止的你的通年紀錄 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沒有什麼好怕的 調出來給大家看 你到底跟誰講過話 是不是 這個通年紀錄你去申請就調得出來 拜託 下個禮拜就調出來 公佈給這個社會 讓社會大眾 大家一起來看 你是不是這麼不害怕 這個隱私的人 越講越激動 因為實在是太過分了 這個禮拜三出版的一週刊各位朋友 特別報導的立委 高均蘇美甲 現任的來政部長李鴻源 五年前的電話 電話可能叫特徵組 敢不聽到 甚至好 還有爆料指控 某一位秦智首長 每三天 每三天 召集 票計一次 這到底是真是假 被引説到的秦智首長 除了吳應平 王靖旺之外 警政署長王卓軍 更拿烏紗帽自清 說絕無此事 不然就下台負責 沒露面的國安局長蔡德勝 軍情局長湯家坤 總政戰局長王明我 也透過平面媒體 澄清絕無此事 還有調查局長王福林 前任局長張紀平 以及移民署長謝立功 通通否認 如果說他們認為 一週刊所報導的是錯誤的 他們應該一意澄清 甚至都應該站出來說 如果是的話 他們願意辭職下台 他應該提告 因為經過法院的審理 經過法院的證據調查 就可以浮現說 到底週刊的報導 是有所本 還是這個只是空穴來封 秦智首長涉嫌滿春 每個人都要真相 何奎將一話 卻還是老神在在 所以這個要查 不查的話 我們這個情社內閣的印象 聲浪在媒體的印象當中 如果說我們對於大大小小 所有的這一種說法 都要耗費很大的心力 去處理的話 那我相信再十個連政署也不夠 然後就要對所有政務官 都把他當賊一樣來處理 我想這會有失比例原則 週刊的報導 江一話要大家看看就好 不用太認真 反江綠營立委一軍 欸 黃人立委 他怎麼說 江一貫議長說 這種說法 這是一個說法嗎 九個照片 人民全部在上面 這是一個說法嗎 這個喔 李鴻元部長他說一句話 大家注意聽喔 他說喔 我被真聽喔 習慣了 他說習慣了 他當然五年多的部長 他說習慣了 今天被人家 在一週刊裡面爆出來說 秦社內閣 就至少包括了李鴻元 然後還有一個秦治首長 秦治首長嫖技 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剛剛連上講說 請問江一貫 秦治首長嫖技 跟官說哪一個重要 如果你監聽到秦治首長嫖技 你要不要拿去跟總統報告 他會不會比 這個關說案更嚴重 當然更嚴重 他如果去嫖技的話 他極可能被我們的對手 去利用 或者被人家掌握 威脅他做出賣國家安全的事情 所以這非常重要 你難道不去查嗎 我請問江一貫院長 你在三個月之前 有沒有一個立委 拿一份資料給你 另外有沒有一個人 向廉政署去檢舉說 有一個秦治首長 涉及到接受性招待 然後收了人家600多萬的賺表 有沒有收到這樣的檢舉 然後廉政署收到這樣的檢舉之後 有沒有叫調查局去問了被害人 檢舉人的筆錄 兩個人 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檢舉人 有沒有這樣的檢舉 如果有的話 你今天怎麼敢在議事堂上回答 許忠信回答到那麼自然 這個案子難道有人檢舉 人事地物都有 難道涉及到我們的最高秦治首長 這個難道不是動搖國本的事情嗎 你怎麼能講得那麼輕鬆 所以我認為許忠信 他今天說秦社內閣 無風不起浪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他說我馬上徹查清楚 甚至不排除控告一週刊 不排除我們要搜索一週刊 既然他連高金素媒跟李鴻妍的 貼面照片都有 這個照片一定是高金素媒跟李鴻妍才有 你這個一定是 截取人家的所謂照片 通訊才會有 所以一週刊顯然有很多這些資料 你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為了釐清我不是情社內閣 為了還原我的情治首長 他們的一個清白 你應該要積極做的才對 怎麼講得那麼輕鬆 那不然你如果親自說一下 我就要去查就要怎麼辦 我再告訴你 這個事情絕對不會這樣散了 所以說我們上面四位男士男兵 其中有一位幹什麼事情 你看他們沒有跟你告示 但是他反應很奇怪 然後我們這段新告家 蕭蕭蕭蕭 我們繼續 謝謝 警政署長王卓鈞 前一天才大動作自清 沒有買春 還不惜賭上烏紗帽 但現在立法院又傳出 王卓鈞疑似收受賄賂 私生活也不檢點 還說這封檢舉信 包括江一化在內的高層 手上都有一封 不想向一個王卓鈞的相互來檢舉 有沒有大致 手上沒有 手上有分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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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讓事實講話 他是有沒有做這事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監聽 到底監聽合不合法 應該更進一步去追 所以把這個消息露出來 那你說這個首長 如果真的屬實抓出來 那他就一條路的下台了 關於王卓鈞的傳聞 從年初到現在沒有斷過 除了周刊影社 他被監聽聽到可能有外遇 三天就買春一次 更有立委拿到檢舉函 裡面指正立立的說 王卓鈞不但接受 有女性陪侍的花酒招待 還說他在某年的生日宴 接受不當的金票虧贈 但目前僅止於傳聞階段 檢舉信裡面是有金票 這些東西裡面 都還應該經過相關的單位 努力去查證 行政院長應該趕快 請有關單位 監書查清楚說明白 如果有 絕不能寬大 要撤職查辦 如果沒有 也盡數還給這些人心惶惶的 每一會請自首長 一個清白跟公道 62歲的王卓鈞跟馬總統 有十年的共識情誼 被視為是國王的人馬 不過這位馬家軍 先被影射有滿泉風波 現在又有不利的傳聞蹦出來 他的仕途之路 能否更上層樓備受考驗 這已經不是一種說法而已 這麼樣的白紙黑字王卓鈞這樣 不要說是行政院長 我要是王卓鈞 我去告 我告訴你 怎麼說我如果有 我把烏沙茂拿下來 我就下床 對不起我就下台 是這樣子嗎 這個反應正常嗎 這個在騙人 如果王卓鈞有 這不是烏沙茂的問題 你可能會抓去關 因為為什麼 社情行業 全國最高主管單位是誰 就是警政署 如果警政署長還去嫖妓 那個問題嚴重 你是不是白嫖人家 你要在幾點 如果有的話 可以換馬克杯嗎 所以我覺得 這已經 今天所有的總統指控 已經不是僅止於傳聞 在今天的 其實我們名人也不說暗話 在這個禮拜一週刊出刊之前 其實我們新聞界 早在三個月前 大家都聽過這個傳說 只是因為一直沒有證據 所以從來沒有人拿出來講 好一週刊把它寫出來了 這個傳說已經很久 我相信王卓鈞自己也聽過 如果已經不是傳聞的時候 你政府有必要去做一個 仔細的調查 我不是說王卓鈞一定有 如果沒有 調查還他清白 他繼續幹他的警政署長 如果有 就洗乾淨準備去土城吧 因為這不是你下台的問題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如果秦治首長 涉及到這樣的行為 如果說除了接受性招待 還有收人家撰表 這沒有貪污的問題嗎 那這個是你下台 就可以解決的嗎 是 仁俊 我們再講一下 這比較人性的反應 我講不是三天一次 比較人性的反應是 只要我的名字 跟照片在那個地方 九個 每一個東西應該去告啊 怎麼現在不但 隱色了 而且就這麼講出來 他們還是說 沒有啊 不是我啊 如果是我下台啊 這是一種說法 從行政院長 我如果是行政院長 或者馬英九 我下令政府出錢 全部去告伊卓刊 怎麼反應 變成這個樣子 對 其實你從王卓軍的這個 第一時間面對記者那個回答 我認為其實他大概心裡有說 就是我心裡有說 就是說這樣類似的傳聞 他一定有聽過 所以一般來講 你會看到我們一般人 如果真的要去 要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很直接說 那個不是我 或者你講我就告 對 那可是你看到那天 王卓軍他的他的回答 他的第一個是說 對 那是在影射我 那至於記者問他說 那既然是影射你 你要不要告 他又說不告 那包含說像羅盈雪的態度 也很奇怪 比如說今天 立法院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居然講說 他居然說 我如果沒有激透 應該是許忠信在質詢他的時候 就問到這個問題 他居然講說 委員你還花很多時間 在看那個報導 他說你這個報導那麼多 你這樣子 我還耽誤你問政的時間 他大概是大意虛 還是這個樣子 然後甚至他還講什麼 他就說 那我們就等他後面 有沒有再報更多出來 我們再來看看該怎麼去處理 我認為剛剛主持人講 那個真的是我現在才關心的東西 我老實講 我根本不關心誰去嫖 我關心的是 那些根本沒有去嫖的人 今天被你影射到的人 你想想看 他的家人怎麼看他 他的部署怎麼看他 他的長官怎麼看他 馬政府的官員沒有人在乎這一點 反正不是我就好 其他的人怎麼死都沒有關係 所以羅盈雪才會那樣講話 可是你不覺得 馬政府的政務官 永遠都是這樣的態度嗎 每一個人都是只覺得說 我好就好 我給你去死 是 我給各位說一個故事 現在九個人被影射 只有王卓軍出來 講說不是 其他人說 歡迎跟我無關 有一個老師年紀蠻大的 所以他講話手會抖 生氣手會抖 他考試的時候 發現有個同學在作弊 在那邊做小抄 他就很生氣就站起來 那個同學 你考試怎麼作弊 給我站起來 幾個人站起來 五個人全部站起來 他只看到一個 你在影射什麼 我現在要問 為什麼其他八個人沒有說我要告 為什麼 這個漢君 我來講 那個 這個周刊爆出來說 這個 這個我們九位情治首長 有人三天 這個嫖妓一次 現在是這九個人 每個人都有嫌疑 只是都是兩天 或者五天 這不知道 那就讓我想到那首歌 叫做九條好漢在一般 說幹就幹 管他流血或流汗 是不是 馬班長 你幫他好好查一查 你這個班兵 是 逃斷蔡委員工作就好了 你自己 至少 你一周刊要去搜索 假設現在一周刊 還有更不堪入目的照片 是啊 在一周刊手上 我告訴你 那一周刊以後 變一周刊治國 一周刊拿給其中一個首長 安裝 是 我們再說 如果再說 在這個心地不好說 一周刊如果把這個 要賣給中國 我請問 我們這個國家要怎麼做 是 你怎能不查 至少你把九位 秦治首長叫來撤房 是 這個可以做的 我們以前有看過 國安局又查泄密 都有叫來撤房 所有的國安人員有在查 萬一那九個說 總統 要撤黨就不會撤 可能不是五個 沒有 我認為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因為他不是一般的官員 秦治首長 秦治首長 事關國家安全 我們國家整個的 所謂的國防機密 什麼東西都在他們手上 這如果出事 出事是會亡國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總統府也根本 我們剛才說 剛才我會叫大家說 那不是只是 僵硬化的事情 因為很多秦治首長 是總統管的 不是僵硬化管的 不是僵硬化 僵硬化管不是 馬英九總統 你要出來講話的 這個是要好好撤查 至少 至少叫來問 然後每個接受撤房 我認為這一點都不過分 如果沒有 就寫到仁俊說的 還給大家一個清白 這下回趕快平息 所以如果有什麼人 對這個法務部長 這麼樣的不滿 為什麼對 僵硬化跟 馬英九你們 這麼的 為善 還是這麼的 武器 你吹公的官員 大是大非 說那麼大聲 現在馬上就可以證明 對 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 立刻做一個檢驗 很奇怪的是說 證明明是一件很可能 攸關到國家安全 就大多數人 共同利益的事情的時候 就我們的政府的態度 竟然是 不要這樣子隨便看看報紙 然後就跑去查了 這樣子也不符合 比例原則 我都不知道這個政府 知不知道 什麼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是 比較不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優先順序 這件事情怎麼會不重要呢 我們的行政院長 怎麼可以用一個 這麼輕鬆的 好像沒什麼事 你們何必小提大做 這種態度 就心虛 去說這樣子不符合 不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很奇怪 你可以掛憲立法院總機 只為了要查一個人 你說法是為了查一個人會選 你可以掛總機 可能查到的是五百個人 甚至上千個人 這樣子你就覺得很符合比例原則 沒錯 可是就這九個人 就九張照片 九個人頭 你查清楚了 還其他八個人清白 然後也可以擺脫掉 情色內閣 這樣子的難聽的名稱 更何況 滿久之前用人的時候 有沒有說過得勝於財 得勝於財 這件事情還不夠嚴重嗎 你不需要去清查一下嗎 就一顆老鼠屎使得你整個內閣的團隊 都蒙上了情色內閣 這樣子陰影的時候 你覺得這件事情 不需要嚴查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個政府真的很奇怪 就為了保護特 或許是為了要保護特定的國王人馬 所以採取了這樣子敷衍的態度 可是這樣子 一點都不能夠消除人民的疑惑 而且這九個人真的很好笑 這九個人的反應莫名其妙 就你怎麼面對人民的眼光嘛 對 就你今天被影射耶 如果你真的清清白白的話呢 我再解讀一下好不好 其實這九個人 有兩個態度 一個態度就是這九個人 都知道是誰 對 他一定都知道是誰 所以老型出來 一定不是我 我一定知道是誰 所以你們才應該去告啊 因為你照片被弄上來了呢 可是又不是你呢 你知道明明是那個人呢 師兄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態度更應該強硬啊 這種態度造成一個很大的誤會 所以你告你會贏耶 對 不 很多人現在以為 吳醫生是情治首長 因為漏到檯面出來 變成只有他一個人 不 黃龍兄 這真的很 你想想看 警政組署長被 大庭廣眾之下 被逼到要說 我如果有做這件事情 我下台 正常反應是應該這樣子嗎 對 還要等到人家來問 而且是說如果我有的話 這聽起來像什麼 只要你證據拿出來 我就下台 應該去說 一座刊 你證據如果拿出來的話 三天之內 我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兩個案子 也就是說可能 警政首長裡面有兩個人 是有這樣的嫌疑 那因為我知道另外一個案子 我剛剛講的案子 跟這次一座刊報出來的案子 是不一樣的案子 原來是有兩個案子 可能就有兩個人 馬總統 江院長 如果有兩個秦治首長 涉及到所謂的買村 接收信招待 或者是接收人家的潰證 不當潰證 這個都動搖國本 為什麼人家送你650萬的賺表 所以你知道現在為什麼 他們的態度是這樣子嗎 沒有錯 如果你辦王金平 關說案子的態度 是大是大非 那這個可能會動搖國本 一個秦治首長 如果今天是蔡先生 國安局局長 他涉及到這樣的一個緋聞案 他接受信招待 他的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人家為什麼要招待他 人家為什麼要匯證賺表 如果是國安局局長怎麼辦 這個是國家安全問題 他有可能是從國安局局長 套勞你之後 讓你出賣你的國家安全 所以馬總統跟江一華 居然今天無關痛揚 我對這樣的政府 失望到底 好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你看我們這邊說的 有點嘻嘻哈 其實我們是非常有 非常大的無力感 一個這樣的一個情形 年晃 怎麼可能他認為 我這樣子混就可以混過去 王卓軍作為警聖署署長 他下面管幾萬個警察 被逼到那邊 然後說如果我有的話 我就下台 請問一下 是什麼樣的心態 讓他講這句話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 他應該怎麼回答 他如果被冤枉 如果我是王卓軍 我一定告訴一週刊 你下禮拜三出看一週刊 同樣篇幅 同樣版面幫我澄清 如果沒有 我就提告 而且我會說 誰在討論 或是援引一週刊的報導 我就一起告 我相信你只要這樣講 大家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可是今天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不喜歡告人 馬政府最擅長就是告人 尤其是告媒體 好我再講 大家一定常看社會新聞一定看過一個名詞 叫做檢察官看報分案 什麼叫看報分案 就是報紙上有時候有一些報導 檢察官看到之後認為可疑 我主動去偵查 沒錯 很多案子是這樣子破的 他的職責 對 而且這是黃世民的專長 黃世民最會看報分案的 他算不算那個秦治首長不算嗎 他不算 可是當年高直鵬那個案子 是一個澎湖縣議員質詢在澎湖地方的報紙 登了一個郵票大小 是 黃世民因為這樣子搞死兩個護士 沒錯 一個自殺 一個憂鬱 一個是生病 這不叫看報分案嗎 那請問現在可不可以看報分案 是 法務部長你可不可以指示你的檢察官 就把一週刊拿來 傳一週刊的記者當證人 是 說你要不要提供證據 是 對不對 因為傳來當證人你是不能拒絕的 而且不能做偽證 你叫他提供證據就可以辦了 只要看你是政府要不要辦啊 你想看如果警政署長他帶隊去抓 抓司昌 他能去帶嗎 我覺得王卓君要有氣魄一點 明天出來講喔 如果有我就一刀斃命 跟林醫師一樣一樣 這樣就可以北市打算一刀斃命